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今天是RestandOS莫生存第183集 這集就帶來玩家投稿單元Part14 然後我們這集就來看看 玩家投稿哪些新的作品跟圖片吧 首先一開始你就會看到這隻狐狸非常帥氣 非常漂亮的登場 因為狐狸其實算是近次改版的一個動物 新動物之一 狐狸在這遊戲裡面代表的就是新的地圖開放了 還有新的服裝可以製作了 應該是說我們對RestandOS莫生存有這樣的印象 因為狐狸的毛可以製作成狐狸大一 整套服裝可以在冬季的雪地地圖裡面 是做一個預防的效果 我們現在往下開始看吧 這邊有寫到說Hello Partner 你好嗎 因為我這邊直接翻譯成中文 相信這樣大家看會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它翻譯可能會稍微一點 不是翻得很好 不過呢我這邊會稍微修正一下 下面有想到就是說這次的社區亮點 應該就是玩家投稿單元 在我這邊是這樣講的 背景社區一直都是非常活躍 他們創造了大量的藝術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作品跟影片 就是官方非常愛他們的原因啊 然後有一個藝術家或美術家 或是一個插畫家 他每次都有精準的作品 像這張圖片其實之前應該是有在 怕得及的時候已經出現過了 他就是可能在森林裡面 殺了很多殭屍 然後在他的作品裡面這個是獨翼怪 這個獨翼怪感覺上有點像 樹人之類的 然後這邊地上有一個獨翼怪不要幹掉了 他帶來是我們的 棒棒糖的鐵電鋸這一把 這把花呢攻擊力非常強的 應該是目前進戰武器中 算是數一數二破壞力最強的武器了 在這邊有 這應該是狼吧 灰色狼跟普通殭屍 在這畫面中 然後他身上有二臭質在上發著 這張圖片其實對我的感覺 我覺得他穿得好緊喔 緊身衣的感覺很緊 跟他褲子屁股翹翹的 這是 凸顯說某一個 方面嘛 蠻酷的就是 很性感的一個 迷彩服的生存者 幸存者 最好提到這個玩家很害羞 但他還是會發一些圖片給 遊戲的Lust2Lust的 遊戲公司 雖然這遊戲的 關聯不是在第一名 但還是算不錯的 好現在看到這張圖呢 這個圖的風格就是非常的簡約啊 一個看起來就是外國的藍眼睛嘛 然後背一個包包 包包已經插了一把武器 我不確定是什麼武器 或許有可能是一隻大雞腿 後面有個 自熱的太陽 在一個灰色的 灰色的大地中行走 不過他這迷彩包包還蠻明顯的 蠻像是一個 貼著很多 縫布嗎 縫布的一些 的一個包包吧 總之這就是這個應該是 這個玩家的作品 好 你再往下看吧 最近看到的是有點像是真筆畫 或者是圓之筆的 畫作 下面這個 看一下喔 這邊是一隻 匪肥怪 對就是有穿什麼十幾號那個匪肥怪 運動員匪肥怪 然後身上拿 拿一把 彩刀 這隻是 蠻不科學的 這是什麼方式可以飛 用這樣 飛空方式 然後砍到聚肥的頭 好 這讓我們自己去想像一下 是盪糾纏的方式 斬殺 匪肥怪 好 算他非常厲害 而且他畫的 自然蠻做陰影層面 在匪肥任務做陰影層面 可是在這個 性存存身上是沒有陰影層面的 這可能比較好凸顯出來 好我們往下看吧 這邊有一個 玩家的名字啊 在他們 這個專案裡面都會幫他保留一個位子 他繼續創造新的一些圖片 跟一些新的插畫作品 獲得 可能就 我不知道有方異一下 獲得一些按讚 就是他們在 Facebook 部分 會 蠻多玩家去幫他按讚 所以收到其他玩家的歡迎 當他們要找他的作品的話其實是 不用找作者名字 因為他的風格就非常了不起 應該是想下面這個 這個之前呢 這個簽名我有影響 他這個畫的風格對不對 很像是最後生還者那樣的主角 這個角色 這樣子看起來很像 可是他現在已經在跟 殭屍做一個決鬥了 全部的殭屍衝過來抓住他 然後 他好像拼命的想要跟他拼了 又很像阿丘巴 這兩隻手 好像是 又很像阿丘巴一樣 就是有點在拼那個 腕力 對 拼腕力的感覺 哇 這該不會是作者本人長這樣吧 他畫的就很像是美國 風的 插畫作品 然後這邊就畫一個 藍色油箱 讓大家非常想要拿藍色油箱 之後可以組好機車 他作品算是蠻亮眼的 再往下看 喔 台灣這些 專欄作品中的 玩家呢 他不是第一次採取 這個玩家的名字 做那個 封面 所以呢 還是會使用 這個封面來 當他們這一期的 背景 對 這個 誰會不喜歡這個 Foxin 這個狐狸真的很漂亮 他的透光感就是 一個森林裡面 陽光從後面照射進來 然後這個狐狸在這邊 旁邊有一把槍 對 可是這樣看的話 這狐狸還是被我們追殺的一個動物 不過這就是末日 有什麼辦法呢 如果你要得到 你想要去 雪地的門票的話呢 你必須還是在 對 去捕獵狐狸的皮毛 你才有辦法做 狐狸套裝 來預喊 到雪地去採 採一些新的 銅礦 跟項目 之類的 對 好 今天這集呢 就非常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一個喜歡 也謝謝大家 收看 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